材料有一些我之前炆好了的牛腩 这个当然就是主角 也不少的还有薯仔 我女儿最喜欢吃薯仔 如果煮这道菜是没有薯仔 我想她一定会投诉 还有蒜蓉、葱段、咖喱酱 还有洋葱 现在我们先炒洋葱 先放少许油的锅 炒洋葱 洋葱 洋葱一定要煎至少许金黄色 洋葱不好吃 已经有少少微微的金黄色 差不多了 因为稍后我们还要煮 开始上碟 接下来再放油 这次放多一点 最主要就是煎一下薯仔 煎至金黄色 因为薯仔要煎过 煎完後炆會比較好吃,不然煎也不煎,很容易就炆到爛出 好了,差不多了,我們先把它撥到一邊 這個時候,我們就放少許蒜蓉 好了,調小火一定要,慢慢爆一爆蒜蓉 當蒜蓉金黃色的時候,我們把咖喱醬倒進去 慢火炒香一下 我們把咖喱醬倒進去 好了,當發覺它已經是釋出香味的時候,我們就放少許酒 好了,接著呢,我們就把我們先炆好多的牛腩 倒進去 好了,再把薯果炒均勻 好了,再把薯果炒均勻 好了,將薯果炒均勻 用咖喱的碗煮一碗的滾水 開大火煮一下 當它滾了之後我們就蓋過 用慢火煮五分鐘 五分鐘滾快就到了 差不多一個刀 看到薯仔還未淋 其實是可以吃的 但我女兒喜歡吃得比較淋 所以我會再淋一碗水 再煮五分鐘 記住如果不想吃薯仔這麼軟的朋友 剛才已經是 再加一點蠔油 或者因應自己覺得鹹味夠不夠 你自己再加鹽也好 或者加蠔油也好 自己決定 不過我女兒喜歡吃薯仔 是比較軟的 所以我會再煮多它五分鐘 煮多了五分鐘 現在薯仔已經軟了 我們可以去煮多了 我們可以去煮多了 先試一下味 嗯 差不多 不過我都可以再加少少紅油 先提一提 好 大概是一茶匙 大約一茶匙 這樣 可以去煮多了 放入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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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會看到 那個醬汁已經在收乾 和稠稠底 記住我們煮牛腩 是不需要加豆粉芡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煮牛腩 是有薯仔的話 其實我們是靠那個薯仔 融出來的 令到這個醬汁 是稠稠底 是最好吃的 那近度做的 咖哩薯仔 都是同樣的情形 千萬不要加豆粉芡 好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醬汁 我們之前做了洋蔥 倒進去 好了 就去倒煮一下 好 還有呢 就放些蔥片下去 然後就更加香 好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其實是可以關火的了 看不看呢 現在是很稠的 但是仍然都有些醬汁在這裡 好 可以上碟 那這一味呢 咖哩薯仔 炆牛腩呢 就完成了 那大家記住了 因為這個是一個小菜的形式 那所以呢 現在那個醬汁呢 已經 對的了 但是你說不是 我是用來 蘸麵包吃的 又或者呢 我是打算 煮了它之後 就淋在一些麵 或者米粉上面呢 那這個醬汁呢 就要多些了 所以我們呢 在做的時候呢 就不像現在這樣 就收到那個醬汁乾了 而是反而呢 是令它多些醬汁 那才可以呢 是拌下去的 那些米粉啊 或者麵上面 又或者用來蘸 發式麵包 那才好吃的 所以記住 你因應你那個菜式 那個用途是用來做什麼 而決定那個醬汁是有多少